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君子以后的在务 无论面对何种困难 毛泽东主席都没有气馁 消沉 悲观 而且还能以其独特的简单和幽默启发大众 清醒之火 可以燎原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展开全文中美 难道一百年都不建交吗 这是只有中华大帝润泽涵养 才能培育出来的包罗宇宙人生的独特气质 在上井冈山打游击前 很多人吃不了苦 对斗争失去了 信心 要离开队伍 散火 毛泽东主席说 先要下雨 娘要嫁人 随他去吧 毛泽东主席是连枪都打不好的书生 他却要钻山沟造反 他有不屈的个性 他的六位亲人在斗争中失去了生命 他的长子毛岸英 也牺牲在了抗美援潮战场上 但毛泽东主席一生中只流过两次泪 他曾跟自己的妻子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 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 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 看到他们受苦 我忍不住绕掉眼泪 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 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有的通讯员牺牲了 我难过得落泪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骑过得马老了 死了 用过的笔 救了都舍不得换掉 三是在贵州 听说你负了伤 要不行了 我掉了泪 1976年7月 毛泽东主席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天 毛泽东却因为听到一个消息嚎啕大哭 当时 中国河北省唐山 丰南一带 发生了7.8级大地震 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 16.4万人重伤 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主席 忧虑地对华国风说 大灾难了 要全力就灾 这是最要紧的 当毛泽东主席得知 唐山大地震伤亡了24万人时 衰老的连讲话都困难的毛泽东主席像个孩子一样 平生唯一一次嚎啕大哭起来 时来天地皆同利 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主席深深地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助感 华国风起草了 关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通报 毛泽东主席躺在病床上 签约了生前最后一份文件 1976年9月9日零时时分 毛泽东主席逝世 享年83岁 巨星陨落 宋代章在西明 民 无同胞 物 无与也 其世间万物都是我的同类 天下民众都是我的同胞 毛泽东主席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最关心的 还是民众 陈邀有志知识投稿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 内容 邮箱 10700701iqq.com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百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 仅供参考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